同学们好 在介绍具体可编程逻辑器件之前 我们先来说说在可编程逻辑电路图中 常采用的特殊表示方法 由于可编程逻辑器件的规模都很大 器件内部相互连接的路径有成千上万 为了更清晰地表示它的内部电路 常采用一些与普通逻辑电路略有差别的简化符号 同时突出它的可编程特点 这是一个由二机管和融丝构成的 可编程的四输入雨门电路 当所有融丝完整无损时 A B C D四个输入中只要有一个是低电频 输出L就是低电频 逻辑击数L等于四个输入相云 当我们通过编程将其中这两处融丝融断 就断开了L与B和D的连接 逻辑击击数变成了L等于A与C 由于融丝熔断后不能恢复 这种方法只能编程一次 如果采用在可编程存储器中介绍的浮三模式管 代替融丝就可以实现多次编程了 这是一个由浮三模式管构成的雨门电路 如果通过编程向T2和T4浮三注入电子 使它们处于断开状态 而擦除T1和T3的浮三电子 将它们编程为连接状态 那么输出L就只与输入A非和C非有关了 这时只要A非和C非有一个输入为高电频 就有一个模式管导通 L被接地 输出就为低电频 但由于输入是非变量 所以逻辑函数实际上是L等于A和C相宇 图中的上拉电阻 常常由P勾到模式管替代 以上两种电路 在可编程逻辑图中 都表示成这样的形式 其中语逻辑运算仍然用语门符号表示 而四个输入是否被接入语门 则是通过横竖线交叉点的状态来表示 当交叉点上有小差时 表示这个点被编程为连接状态 否则为断开状态 根据这一规则 我们可以写出这两个逻辑图的逻辑函数表达式 这里一个是货门 一个是货非门 在可编程逻辑电路中 输入变量常以原变量和非变量的形式同时出现 这时如果所有的输入都是连接状态 那么语门的输出始终为零 这时也常用更简单的表示方法 就是把连接的小差画在语门符号中 另外可编程逻辑电路中 还有一些不可编程的固定连接 这时在交叉线上增加一个实行原点来表示 这个图就是固定连接的货门 在可编程逻辑电路中 还会经常见到这样的符号 它是具有互补输出的缓冲器 表示输入信号通过一个缓冲器和一个反向器 产生一个圆变量和一个非变量 好了 可编程逻辑电路中常用符号就介绍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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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